原決議予以為辭 立法院長韓國瑜親自宣布 國會集權修法覆議表決結果 然而投票當下韓院長也加一 韓國瑜將兩票投入票軌 國民黨團總召傅崑奇 加上其他藍尾掌聲鼓勵鼓勵 然而律委質疑院長是否意識不中立 韓國瑜跟鏡頭揮揮手點點頭 接著轉身走回主席臺 律委罵聲沒斷過 其實二零一六年立法院組織法 修正案通過後立法院長副院長 不得擔任政黨職務 因本公平中立原則行使職權 維持立法院秩序處理議事 說沒有在投票那對將來立法院的意識 運作中立的原則真的是有所損害 這行政院要來否決我們立法院的決議 那我們立法院大家找當然要代表 我們立法院做出他的態度 講說什麼議事中立根本搞不清楚 我們的憲政 完全是把那個格局都作小 彈開過去案例二零一三年六月立法院 針對會計法覆議表決 持任立法院長王金平也有參與 而且從二零零二年以來 共有六次複議 王金平頭好頭滿 這次韓院長投票不是院長第一員 國會直選修法最終複議失敗 儘管是預料當中 贊成 反對 相差十一票 韓國瑜投下的這一票 無法左右結果 然而身為院長堅持投票表態 也在複議大戰當中再替新戰場